RTREMING… 哈囉,我是Sky 今天這一集呢 是要做給想要練引起向上卻一下都拉不上去 或是你有辦法拉到一兩下想要再提升次數的朋友 今天我會分享四種訓練方式給一下都拉不上去的你 以及一種提升次數的方式 我都知道引體向上之所以拉不上去 並非是因為你肌肉量不足的關係 其實有更大的原因在於你的神經跟你的肌肉連擊 引體向上這個動作不單單只是背肌的發力 還會運用到你的手臂、前臂的抓握、屈指肌 功腦肌、二頭肌、肩胛部的運動、核心的穩定等等 所以想要把你引體向上練好 不單單只是你肌肉的鍛鍊 你要用大腹去控制你的神經與肌肉的連結 第一個動作單槓垂掉 我們將雙手實握在單槓上 距離大概是肩寬的1.5倍 先讓身體去習慣承受身體的重量 然後開始去做肩胛部的運動 先深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將肩胛部向後收緊 感受微微挺胸後背收緊的感覺 持續個20-30秒 休息一分鐘後再做下一組 我前面有提到引體向上 它是需要你運用全身各種不同肌群的協同 才能完成的一個動作 單槓垂掉的訓練 就是先讓你習慣要在槓上的感覺 掌握前臂的抓握與肩胛部的運動 因為在做引體向上的過程 是需要將你的肩胛部後收的 如果你沒做肩胛部後收這個動作 就很難讓後背更好地參與整個過程 用到的幾乎都是手臂的力量 所以不要小噴這個看似簡單無序的動作 它可以讓你建立起更好的動作模式 所以花點時間把它加入訓練中吧 第二個動作 彈力繩輔助引體向上 這個訓練方式可以說是最好的 引體向上訓練動作了 我實在想到這個更好的方式 而且這個訓練方式呢 也都是健身教練們最常帶隨身做的動作 首先我們準備兩條彈力繩 一粗筆細 然後這個東西它很便宜 在網路上都可以買得到 我們將彈力繩穿過單槓上 找個凳子站上去 雙手實握在單槓上 將單腳踩上彈力繩站上去 另一隻腳交疊 雙腿站直 靠著彈力繩的彈性 大概可以幫你抵消 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重量 這個時候我們一樣堅強入口 從回回挺胸 開始訓練我們的引體向上 隨著肌肉與繩衣的連起 越來越強 我們的彈力繩可以越換越細 總有一天我們彈力繩 也可以拉起漂亮的引體向上 第三個動作 單槓移行訓練 我們可以找個凳子訓練 或是用深蹲架 把槓架在頸部的位置 雙手實握抓好後 將雙腿開啟後 慢慢下放這個底部後 再站起來重複數次 訓練我們的離心巴黎 這個動作算是比前兩個頭還要再進階一些 最後會建議你前兩個動作練到一定的水平後 再來訓練這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 滑輪下拉 訓練滑輪下拉呢 主要就是提升我們上肢對拉這個動作的掌握 以及後背及協同肌群的肌肉量 因為不需要用到核心去穩定我們的下肢 所以訓練起來相對容易許多 同樣在訓練的時候 肩胛骨後收挺胸 揚成一個亮號的動作模式 才能更好轉換到我們的引體向上 以上的四個動作呢 是照著訓練順序分享給大家的 先訓練單槓垂吊 習慣身體的重量 以及肩胛骨的運動 再加入彈力繩 訓練被拉的發力 以及全身肌群的協同 之後再靠離心 強化引體向上所使用的肌群 最後再用滑蹲下拉 加強上肢拉的爆發力 當然呢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建議 訓練的順序呢 可以由你自己自由的練習 你可能看到聽過一種方式是 利用深蹲架 反抗架的很低 然後身體呈現大概45度去做拉的動作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 身體呈現一個斜斜的角度去做拉這個動作 對於我們垂直拉的轉換率 並沒有到非常的高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就是大家去做以上 我剛剛講過的四個動作 那如果呢 你是已經能夠做到一下成功的引體向上 那麼恭喜你 在接下來的路會輕鬆很多 假設可是只能做一下 做不了第二下的朋友 我會建議你就一下一下的練 以下一組具提升訓練總量 今天可能一下五組 以下一次以下六組 慢慢的幾次之後 你可能就可以從五下進步到十下 再來試看看能不能一次拉兩下 或是你同樣可以用彈體層降重來訓練 同樣用累積訓練量的方式 盡可能的讓自己在一天之內多拉幾下 把引體向上放在你練背入的第一個動作 練完引體後再去練其他背入訓練 好啦 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的引體向上訓練方式 引體向上它算是一個非常棒的背舞訓練動作 希望大家有招約持自己 你也可以練出漂亮的引體向上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也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跟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